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break语句和continue语句 break语句呢 它可以出现在循环体中 这个for,wire,do,wire这些循环都可以 它的作用就是跳出循环 也就是说循环体它在执行到break语句的时候 就会结束循环出去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看这小段程序 一开始n的a0 这个wire循环说wire2 那看上去就是一个死循环出不来 但实际上不是 wire2如果n大于100就break 那就说如果n变超过100的时候 实际上执行break就立马跳出这个循环 所以这个循环是有可能结束的 那n如果没有大于100呢 那我们就加加n 就把n加1 n加1以后又回到了循环体的开头 又判断n是大于100 如果是大于100就会break 那这样一个程序 然后我们最后要输出n 那大家说输出的结果是多少呢 那很显然嘛 n一开始是0 在这个循环里面n的值不停的被加加 直到某一次n大于100了 就break出来 那这个时候n当然就是101 对吧 break出来 那输出n结果当然就是101 这个就是break的基本的作用 那么要注意的是就是 如果你写了一个多重循环 然后你在某一重的循环里面 有这个break 那break它只能跳出 直接包含它的那一重循环 比如说你有一个两重循环 在那一重循环有一个break 那你在内重循环执行的时候 碰到break 它只会跳出内重循环 它不会跳出整个的两重循环 整个两重循环都不执行了 不会这样 它只会跳出内重循环 跳出内重循环以后 外重循环还是要再一步再执行的 再执行的时候就有可能再次进入内重循环 就这意思 那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题目 来看看break有什么作用 实际上break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说 在适当的时机 我们就停止执行循环 这样往往就能够提高程序的效率 有的时候有一些循环 以具的执行是浪费的 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 那我们提早发现这种浪费 我们就可以用break以具跳转出来 就可以节省时间 那我们看这道例题 这道例题说的是 如果两个不同的正整数 它们的和是它们的基的因子 那我们就称这两个数为兄弟数 这小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帝数 大的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凶数 那现在这个题目呢 就是先后输入正整数n和m 其中这个n是小于m的 然后请你在n-m 这m-n加1这么多个数里面 找出一对兄弟数 那如果找不到 你就输出no solution 那如果能找到呢 你要找出他们和最小的那一对 兄弟数可能有多对 那如果有多对兄弟数 他们的和都是最小的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找出地数最小的那一对 小的是地数 然后把它把这个最最优的这一对 给它输出 那这个题的基本思路是怎么样呢 当然就是穷举对吧 我们要穷举从n-m 这m-n加一个数里面 所有的数的取法 所有数的不同的取法 对于一种取法 我们就看看 这种取法取两个数 它是不是会构成一个兄弟数 然后我们需要用两个变量 比如说a和b 用来记录这最佳的 到目前为止找到的 最佳的那一对兄弟数 什么叫最佳啊 就和越小就越佳 对吧 如果和相同 那个地数越小就越佳 所以我们用ab两个变量 用来记录 到目前为止 这个 找到的最佳的兄弟数 如果我们在美举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另外一对兄弟数更好 它的和更小 或者说虽然和相同 但它的地数更小 那我们就要去更新 那个最佳的这个兄弟数 最后我们输出这个最佳兄弟数 就OK了 好 那我们这个程序呢 首先有变量n和m 我们要从 键盘读入n和m 接下来就要从n到m 这么多个数里面 找出最佳的那一对的 这个兄弟数 那现在我们设置两个变量 a和b 用来记录 那个最佳的这个兄弟数 其中a是d数 b是凶数 那a和b 我们得有一个初始值 那我们让初始值 都是m加1 那这时候 a和b实际上并不是 我们要求的 要求的兄弟数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 确认的就是 你如果真的将来 找到了兄弟数 你找到的那个兄弟数 他们的和 肯定是小于a加b的 是吧 我们暂且用a和b 用来记录 我们用a和b用来记录 到目前为止 找到的这个兄弟数 一开始兄弟数 什么也没有 我们就假设 a和b是两个大的值 那接下来 如果我们碰到 一对兄弟数 我们就一定 我们第一次碰到的 那一对兄弟数 一定就会 用它来更新 a和b的值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叫 每举所有可能的取法 那怎么每举可能 所有可能取法呢 这前面已经讲过 对吧 就是你先 确定一个 d数 然后在d数 确定的情况下 再取每举那个凶数 凶数一定是大于 d数的 对吧 那d数有多少种取法呢 d数的取法 当然就是从n到m减1 是吧 那现在我们用一个 外重循环 外重循环里面 让i等于n 走到m减1 这个i是循环控制变量 实际上 i也代表了这个d数 i就是d数 我们先确定一个d数 d数的取法 由n到m减1 这么多种 好 那接下来 确定了一个d数以后 我们就进到 这个循环里面了 我们最近在循环里面干嘛呢 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发现 i大于a加b除以2 再加1 我们就break 这条语句代表什么 咱们的整个找凶地数的工作 是在一个这样的两重循环里面来进行的 其中外重循环 i 这个变量就代表了取得d数 然后在确定d数的情况下 我们用这个内重循环 去找这个凶数 凶数呢 我们看到它是从凶数是件 它是从i加1开始 一直没准到这个m的 对吧 好 那么现在这条语句说 如果i大于什么a加b除以2 再加1 就break 这意味着什么 break是导致什么 break就所谓的跳出循环 那也就是说 走了break的话 就直接就出去了 也就是说 碰到这条break语句 我们这整个两重循环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 寻找兄弟数的工作 就到此结束了 那为什么 满足上面这个条件 我们寻找兄弟数的工作 就可以结束了呢 不用再找下去了呢 那我们看这个条件 到底说的是什么 ab是什么东西 它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找到的 那个最佳兄弟数 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确定的那个地数i 已经大于a加b的一半了 这里写的是大于a加b除以2加1 那肯定是会大于a加b的一半了 如果你的地数 都已经大于a加b的一半了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必要 去找一个凶数 去跟i去配呢 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你的凶数是大于i的 那你再找到任何一个凶数 它跟i的核都会大于a加b 那既然 你再找出来这一对数 是大于a加b的 那这一对数就没有价值 它为什么没有价值 因为ab是到目前为止 找到的最佳兄弟数 那你新找的一对数 核比它大 那你新找的这对数 就没有价值 所以说 当i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找一个戒 去跟i配对成兄弟了 所以下面这个一大部分的内重循环 实际上都可以不必执行 那么下面的内重循环不必执行 我有没有必要说 这个i不行 我再走到外重循环里面 再换下一个i再试试看呢 显然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外重循环里面 i是从小变到大的 对吧 你某一个小的i都因为太大 而没有价值的 那么在你下面再试一个更大的i 你只能形成更大的一对数 那当然再试下去 也没有任何价值 对吧 所以当我们只要发现 i大于a加b的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break跳出来 整个寻找兄弟数的工作 就可以结束了 当然你可以说 这里更精确一点 这里写大于等于 可能更精确一点 当然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好了 这个就是这个break 它的作用 它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 对吧 我们有很多情况 就不用再去计算了 我们一旦满足这个条件 计算工作就可以结束了 而你如果没有这个break呢 那也不影响程序的正确性 但只是你要做很多 无谓的浪费的计算 好了 那好 如果上面这个条件不满足 我们就可以接着去找一个键 也就是那个凶数 跟我们这个D数i去配对了 对吧 那我们就每举这个键 每举这个键呢 它当然是必须要比i大 所以这个键就是从i加1开始 一次每举到这个m 对吧 那在这个内存循环里面 进到内存循环里面 我们就找到了一对数i和界 但这个是不是凶地数呢 我们就得看 首先 如果 我先做一个判断 如果i加界已经大于A加B了 我就可以break了 这个break指的是从内存循环跳出 从内存循环跳出 它的含义就是说 它的含义就是 在D数是i的情况下 走到这 你已经没必要去找凶数 跟i pair 为什么 因为你D数确定是i 现在i加界都已经大于A加B了 说明你刚才找到了这个i界已经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那如果你再试下一个界有没有意义呢 我们看到这个界也是从小变到大的 你试的某一个界没有意义了 那比界更大的一个数跟h搭配 显然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break出来 break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再去试剩下的界了 我们直接跳出了内存循环 那么跳出内存循环以后 程序往哪里走呢 它跳出了内存循环 它还没有跳出外存循环 所以跳出内存循环以后 实际上程序走到这 走到这以后 下一步走哪 下一步就会回到for这里 先加加i 然后去判断这个i小em这个条件 对吧 如果我们i小em依然成立 那我们就会又进入了外存循环 那这样的话就去 等于说就说再去尝试下一个i 也就是下一个d数 对吧 那尝试下一个d数 它是有意义的 对吧 你确定了一个d数 然后你在找凶数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凶数已经太大 在后面的凶数都没有必要 是了 那我们就不尝试新的凶数 我把这个d数改一下 改成更大一点 再试试看 有没有别的数能够 跟它配对形成凶地数 这个是有道理的 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会回到 这个break会跳出内存循环 它不能说跳出两存循环 它跳出内存循环 然后再回到前面 再尝试下一个这个d数 好了 这个break我们就说完了 如果在这里break 没有break出去的话 我们做什么呢 那当然我们就说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种数的取法 就是i和戒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i和戒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一对兄弟数 对吧 那首先我们判断 i加戒是不是i乘以戒的因子 如果不是的话 那什么都不做 这个一副语句 内部就不执行 那接下来就会去尝试下一个戒 就是下一个凶数 对吧 那如果 i加戒是i乘以戒的因子呢 那我们就发现了凶帝数 但这个 我们发现的这个凶帝数 它不一定是最优的 对吧 它不一定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怎么判断 它是不是有价值呢 我们就要拿刚刚发现的 这个凶帝数 i戒 跟我们前面记录下来的 最优凶帝数 ab 去比较一下他们的和 如果我们这个和更小的话 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更加的凶帝数了 我们找到了这一对 更加的凶帝数 我们得把它记下来 所以我们让 a等于i b的戒 就更新了 到目前为止 已找到的最佳凶帝数 好了 那如果 i加戒 它并没有小于 a加b 那是不是 i加戒就没有意义了呢 也不是 因为i加戒 它有可能等于 a加b 对吧 那就是说 i戒这一对凶帝数 跟ab相比 它们的和是相同的 那它也有可能更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i的值 就是帝数的值 小于a的话 按照我们题目的定义 两对凶帝数 谁的和小 谁就优 和一样的话 帝数小的就更优 那如果 i小于a的话 就说明 i戒是比ab 更优的一对凶帝数 所以我们同样 要更新这个ab 所以整个过程的逻辑 就是这样 通过这一个两重循环 我们就完成了 找兄弟数的过程 那这两重循环 结束以后 如果我们发现 a的值 依然是m加1 m加1就是a的初始 对吧 那你如果发现 循环值 循环了 a的值依然是m加1 那就说明 在整个两重循环的过程中 你并没有找到兄弟数 那当然就输出 nose solution 否则的话 我们就已经找到了 最佳兄弟数 输出ab 就ok了 就这个程序 从这个程序 我们能学到的是 适当的使用break语句 能够避免 无效的尝试 而提高 程序的执行效率 加快你程序执行的速度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 这个continue语句 那continue语句呢 它也是可以出现在 循环体中 它的作用就是 立即结束本次循环 不是结束整个循环 是结束循环体的 这一次执行 就continue后面那些语句 就不执行了 结束本次循环 然后回到循环开头 再去判断 是否要执行 下一次这个循环 比如说这个例子 这里面有一个for循环 这个for循环的作用 是输出1到10里面 全部的偶数 那我们看到 这for循环里面 让癌从1 一直变到10 对吧 然后如果m2非0 我们就continue continue就是 后面的事情就不做了 后面事情是什么 后面事情就是 输出癌的值 这件事情我们不做 对吧 如果m2非0的话 说明是奇数 我们就continue 这个continue的作用 就是要回到了 循环的开头 实际上先让I++ 然后再判断一下 I是不是小一等于10 如果I小一等于10的话 就接着再做下一次循环 这就是continue 会回到循环的开头 如果I模2是0的话 continue就不执行 那就会执行下面这条语句 就输出癌的值 所以这个循环 它就会在I是奇数的时候 就不输出 不会执行下面这个 而是回到开头 I是偶数的时候 就给它打出来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在多重循环的情况下 continue 它只对直接包含 它的那一重循环 起作用 跟break是类似的 它不会影响到在外面一些 层数的循环 注意这一点